實際上到,我們帝公國這班人被紅毛殭屍擋住去腦 紅毛殭屍是殭屍當中最厲害的一組,非常難對付 麥然叫李孫趁我們在前面進攻的時候,在後面綁著殭屍 然後又距離殭屍的主魂 麥然握著銅木劍,整個人衝向紅毛殭屍 手上握著銅木劍,對著紅毛殭屍的額頭一下刺下去 而且這個手,李孫也繞到紅毛殭屍的後面 手上不知何時多了一條紅線出來 他手一揮,紅線繞過了紅毛殭屍的頸 然後一扯,紅毛殭屍的行動馬上停滯了 李孫說一聲,不是你暈,不入你身 說完,他很快地把紅線右腳兩腳,把紅毛殭屍的手摘住 然後開了聲,破! 然後一掌,在紅毛殭屍的頸上 然後那隻紅毛殭屍,面上邊的紅毛,就要肉眼可見的速度快速地生長 這時候李孫面積一扁,大聲地說一句 糟了!這隻殭屍身後面,有個定時炸彈的! 我們馬上看一看,哇!果然,在這隻紅毛殭屍的背後 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人抓了個定時炸彈 定時炸彈上面的計時器,就在一秒一秒地過 不用審,一定是剛才白依依他們安上去的 看來,玲瓏工人真的很惡毒 不單是想用紅毛殭屍擋著後面要進武的人 而且還想用定時炸彈炸死大家 幸好李孫發現得早 只好,說到後期,這隻紅毛殭屍好像很怕李孫手上的紅線一樣 被紅線一扎著,馬上動不了 隨著紅線越收越緊,那隻紅毛殭屍的嘴裡發出一聲一聲的老叫 而身上也不停地飄煙 這個時候李孫對我說一句 快點啦,刺他的嘴裡 我心想,洗鬼你教我嗎 一下子銅木劍,就把紅毛殭屍的嘴裡刺下去了 就在我刺過去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李孫的嘴角露出斯詭異的笑容 我忍忍覺得有點不妙 銅木劍剛剛刺下去 突然間,李孫哼了聲,對著我衝過來 在他手上,不知道什麼時候有多條紅線 他對著我的頸一頭,用力再一拉 我馬上整個人被我拔了過去 然後,他手上的紅線一收一招 就把我整個人綁在紅毛殭屍的背後 和紅毛殭屍的背後揭背後 然後李孫就說一聲 嘩,你就乖乖地和那隻殭屍一起落地獄呢 我立刻猛地掙扎 黑大條紅線,不知道是什麼做成的 很韌的 我怎麼掙扎,掙扎不開 急得我大叫 嘩,原本見到李孫綁了紅毛殭屍的墨煙 是走開了的 他應該是想打開那個石門 誰不知這個時候聽到我叫 他轉頭一看,見到我和那個紅毛殭屍 不知道為什麼綁在一起 他都覺得很奇怪 跟著那個李孫呢 一下搶我前面就說 葉師兄說為了救我們 和那些紅毛殭屍同歸於盡 來啦,我們快走啦 我罵了一聲 同歸你的死人頭 墨兒看一看,已經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他對著李孫說一句 好,現在什麼時候啊 私人恩倦,先放在那邊 跟著,他跳到我面前 拔出長劍,三兩下手勢 就把紅線全部斬斷了 斬斷了紅線,我自然脫身 但紅毛殭屍也動到了 他動一動雙手,對準默然打過去 默然剛剛斬了紅線 根本就離不得設備 被那隻紅毛殭屍一掌打開 我見到這麼生氣 拔出一張靈符 一下,默在紅毛殭屍的後腦那裡 那隻紅毛殭屍發出一聲怒哭 跟著動作又呆滯了下來 這個時候,默然轉過來 對著那邊阿信大聲說 快點,開石棺,他機關右下角啊 聽到默然這樣說 阿信一伸出手,輕輕一按 不然,他一按下去 那座石棺的棺材蓋 立刻慢慢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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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移開來了 我馬上說,默然,快點進去 那你呢? 不要管我,進去先啦 現在我手上邊,按住一張靈符 我怕一鬆手,那隻紅毛殭屍又動到了 那邊李宣真的走得最快 他一路捐入石棺,一路就說 快點,默然,再進去的話 我們全部都寫在那裡 默然看一看我 你轉身,捐入石棺材裡頭 我亦都轉身,向石棺材跑過去了 就我這個手 就是紅毛殭屍身上的靈符子 紅了一聲 自己燒起來 接著紅毛殭屍又動到了 他一路向我追過來 我立刻又拿兩張靈符出來 連紅毛殭屍兩邊額頭那裡 他說了我幾個,靈符一黏上去 他又動不了 不過我一上走 那兩張靈符又開始燒 見到這個情況我火了 咬穿手指頭 用血在銅木劍上畫了靈符 然後開口臉 火靈交換,滅鬼除空 尚願神仙,尚生無窮,律令攝破 念完之後 我得紅毛殭屍額頭上的靈符徹底燒乾淨 手上的銅木劍 就對著紅毛殭屍口一刺 砰 銅木劍的劍尖刺刺到紅毛殭屍的棒牙 接著 很清脆的聲音 紅毛殭屍的牙被我整跳了兩顆 銅木劍上面的發咒 銅了聲 籠罩著紅毛殭屍的全身 然後我再掏出一張靈符 第三次貼上去 這張靈符終於沒有燒著了 我立刻轉身想走 誰知那邊那個李選 見到我要走過來 他居然一拍個機關 石棺的棺蓋 開始慢慢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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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一絲一絲地合起來 我心想李選這個畜生 你真是想置我於死地 我就拼命地跑 哈哈 你跟著我 在岸一個兒子 沒試過跑得這麼快 終於在石棺蓋快樂壞的時候 我衝到石棺前面一下子 然後再過多兩秒 呆 石頭棺材蓋都蓋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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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 嗯,一聲巨響,應該紅毛殭屍身上的炸彈爆炸了 我們幾個人,在石棺裡都感覺到棺材吶吶吶吶 但又好東西,這棺材的質地很硬 雖然外面這麼大的爆炸,但他一點都沒有難度 而且石棺的空間也很大,我們入了幾個人,一點都不覺得不潔 我心想,這副石棺應該是用來裝那隻紅毛殭屍的 這個時候默然伸出手在機關裡一按,石棺的觀角又打開 我衝出來一看,那隻紅毛殭屍已被炸成了幾折 那我才定了一點,然後轉轉頭,看著李宣 我心想,你的李宣這麼可惡,居然在那個時候想拿我命? 總而言之,先下手為強,乾脆我先拿你命 而李宣也一面戒鼻地妄食我,當然他也有心理準備 害我害不到,我要報復,這不是正常的事 但這個時候,默然走到我們兩個中間,一人黏了眼 我立刻跟默然說,沒事,好了,快點進主母室吧,都這麼久了 那個白衣衣,沒什麼都拿走就好了 默然笑一笑,說一句 哼,他想拿走那些東西,沒那麼容易 然後帶著我們,走向那線石門那裡 這線石門的質地同樣都很硬 即使剛才經歷過這麼大一場爆炸,依然都是民思不動 然後默然伸出手,對李宣說 好了,把陰陽杯拿出來吧 你算了,點一點頭,從身後的背包那裡 勝利散冷,吼吼,倒了二十幾隻陰陽杯出來 我整個人呆在那裡,說一句 嘩,你們拿了那麼多? 哼,只不過是好運而已 我想起之前,那些人為了一隻陰陽杯就打生打死 這家麥兒有二十幾隻,絕對不能夠用一句好運來形容 然後我見到默然拿著陰陽杯 對著石門上面的粒槽,一隻一隻放下去 這座石門上面的粒槽,我數過了 大大話說有百個 而之前白依依他們進去,都只是把十二個陰陽杯放在粒槽裡面 那我問默然,我們要放幾個下去? 全放了 為什麼他們放十二個,我們要全放了? 他們找到十二個,就放十二個 所以他們進入墓,只不過是副墓室 我們放得多過他們,進入墓室就距離主墓室更近 我想,這次來到這裡的人,應該是我們的陰陽杯最多了 等我們手上的二十個陰陽杯,全部放了之後 面前的石門,突然就 啵啵啵啵啵啵啵 響起一陣很沉悶的聲音 然後,在我們剛才進入的石棺旁邊 我想,響了一下,一線倒下的石門又出現了 阿信多口說一句,這裡的機關這麼多? 我心想,又是多一點的,不知道什麼時候 又多一扇門出來,然後麥然就吩咐我們 先用繩,綁住旁邊的石棺,另一邊就綁住我們的腰 然後,就從那線倒下的石門那裡 慢慢地把人放下去 我是打頭震的,一下去而已 我開著電筒,周圍照一照 我發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墓室裏面 放了很多用鐵整成的鐵印 而每一個鐵印旁邊,都有一副棺材 我認真地數過一下,抓了有三十九副棺材 每個棺材都隔了一個鐵印 在棺材前面,還有一塊石碑 因為距離太遠的緣故,石碑上的字我看不清 這個時候,麥然、阿信、李孫、阿瑩他們 逐個逐個落到這裡 落到來,麥然周圍一看,馬上就很激動地說 九鐵連環棺?沒錯,這裡就是主棺 不是呀,這裡有三十九副棺材 哪副才是真正的主棺? 讓我看看 麥然走到棺材旁邊,一路看一路說 這些棺材至少都有千年以上的 不是呀,有成千年? 究竟有什麼木做的?沒有穿沒有爛,很厲害 這個時候,阿信就說 三十九副,哪副是主棺? 不如我們逐副逐副開吧 他一路說,一路伸出手 踏在自己最近的那副棺材上面 聞完立刻說 不要呀! 他還沒說完,阿信就手一推 那副棺材被他推開了 就在棺材蓋推開那一瞬間 這副棺材旁邊的那個鐵人 突然間,舉高手上的長刀 對著阿信的手一斬 抓到很快 阿信想閃也閃不及 那一副鋪 將阿信踏在棺材蓋上面的手的食指和大拇指 一下子掉下來 痛到阿信啊! 大叫一聲 抓到自己的手緊緊緊 痛到他整個蹲下 臉上一點血色都沒有 麥然就立刻叫我 將阿信扶過來 誰知我走過一看 哼,阿信的腳 不知道被什麼鎖住了 我用電筒一招 原來鎖住阿信的腳腳 是一條大鐵鏈 接著我跟麥然說 麥然,阿信的腳下好像有鐵鏈一樣 麥然就衝過來 也都用電筒一招 一見到阿信的腳下的鐵鏈 他整個人都不同了 臉色非常凝動 麥然跟我說 走開 然後三袖裡的長劍一下飛了出來 對著阿信的腳上的鐵鏈一斬 叮 他一點作用都沒有 那條鐵鏈動都不動 絲…絲…絲姐 我…我…我… 我很冷… 我…我…我…不行了 你…你們… 我…不要... 不要理我… 不要理我… 走吧 究竟阿信會寫在這邊呢 我們可不可以順利找到 這39座灌桌裡面的那座鎖主觀呢 我們下集再說 蟹丹被撞第512集 事观 上次讲到 阿隋的脚下边 被一条铁链锁住 麦儿走过来一看 立刻长劫一挥 对着铁链斩下去 谁知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这时候 阿隋跟我们说 小姐 我不行了 你们不要理我 这个时候 阿隋大叫一声 你看看 信仙的脚开始烂了 果然 阿隋双脚都是血 我一拔 拔我的腹脚一看 哎呀 他的脚不知道何时开始腐烂 而且速度还要非常快 甚至快就见到骨头 怎么会这样的呢 麦儿蹦一看 跟着说 阿隋 阿隋 你中了千年阴尸毒 我 我对你不住 阿隋望着麦儿笑一笑 我 我 我 没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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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哭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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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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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這時候默然是說的 沒用的,你就算斬掉她雙腳,她一樣會死 千年陰屍毒已經蔓延到她的全身 她的身體會一直不斷腐爛下去 與其讓她那麼痛苦,不如讓她死得痛快點 說完,默然一直看著那三十九副棺材,一直在說 九鐵連環棺,果然厲害 說一下,只要碰到錯的棺材,人就一定要死 那,你怎麼破? 用人來破,相傳九鐵連環棺,只有一副棺材沒有毒 用三十九個人去試毒,怎麼都能找到主棺 你…你是用阿順來試棺? 當然不會,我根本就不知道阿順會做千年屍毒 你聽著,任何人都不可以碰棺材,等後面的人過來 那我們去哪裡? 那是棺材後面 說完,默然掠了個瓶子出來,然後把裡面的藥粉 輕輕地撒在阿順的屍體身上 那些白色的粉末,一碰到阿順的衣服 那些藥粉,立即哼一聲,開始燒起來 躺在地下架上,很快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心想,這些藥粉一定也是帝公國裡頭的不存之秘 諸如此類的 然後我們幾個,就這幾座棺材的後面 那些棺材很大,可以遮掩著我們的身形 但等了很久,一個人都不見了 我心想,不是吧,這群各門各派的人 之前見到他們,還個個很加勢 現在等了那麼久,還沒找到主墓室 正當我在這裡煩躁的時候 突然間聽到外面有個女人說 白君主,這個墓究竟是不是主墓 我們已經進了三角庫墓室了,有兩個姊妹都死了 我心想,白君主,他們說的會不會是白依依呀 就在這時候,我聽到白依依的聲音了 九天蓮萬鈞? 我就輕輕伸出半個頭一看 果然,白依依帶著三個女人,押著五個男人走進來 這五個男人身上的服飾,其實古怪 看來,應該是被玲瓏宮的人抓過來的 你們就在白依依身邊,一個年紀比較大的女人就說了 白君主,這裡有三十九幅棺材 我們要怎樣找到主棺呢? 哼,我當然有辦法,如果不是 我抓這五個臭男人幹什麼? 要他們每個人逐個逐個去點棺材的棺材蓋 點一下就收手,不能超過五秒 還有,不要碰鐵人,鐵人腳上有鐵鏈 一碰到,就會被鐵鏈鎖住了 接著他身邊那三個女人,就把其中三個男人過來 這三個男人似乎都知道九鐵蓮萬鈞的厲害 他們整個人趴在地上,一步都不敢走 而那三個女人,是用繩子拔著他們過來的 接著那幾個男人,就猛地在那裡求搖 誰知白依依根本理不理 他一揮手,那幾個女人就押著其中一個男人 出力地把他的手拔向棺材那裡 那男人手一點到棺材蓋了 棺材上面的鐵人,突然一刀,撲 直到斬斷了那個男人的手指 痛到那個男人在地上點來點去 但白依依你都不理 吩咐身邊的女人,繼續用這些男人來試棺 每試一副棺材,就總是有個男人的手指 甚至乎可能是整隻手被鐵人斬了下來 就是這樣,前前後後,我看到他們一共試了25副棺材 這時候那五個男人,兩隻手都全部斷了 一個叫得慘過一個 但白依依還是你都不理 有個女人就說了 白君主啊,還有十四副棺材還沒笑 蛤?沒有人試了是吧?那就是你來吧 那個女人很明顯反應不過來 白依依呢,非常之快地一點 在那個女人的肩膀上面點了一下 那個女人整個動不了 然後,白依依捉著這個女人的手 在一個棺材蓋上面一點 這副棺材上面的鐵人和一刀 把那個女人的手斬斷了 白依依就說了 蛤,我玲瓏供養了你們二十幾年 是時候輪到你們付出了 他這一下呢,就搞到剩下的兩個女人 每個人都嚇到呆在那裡 動都不敢動 其中一個,就帶著膽地說了一句 白…白君主 小翠他沒做錯事啊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他啊? 哼,我的判斷 你是不是都敢質疑啊? 小人不敢,不過這樣做 太殘忍了 不關你事 後來被殺了 然後那個小翠 還捉著這個小翠 逐步逐步棺材試過去 又試了五副棺材 這個女人雙手的手指全都被斬斷了 整個人躲在地上 斬下眼就不動 這時候白依依有說 哼,還有九副棺材 宮兒過來 他口中的宮兒 就是剛剛出闆頂的那個女人 她一點都不敢反抗,走到白依依的面前,白依依輕輕一點, 而公儀有整個人晉晉一直地在裏,也不能動。 白依依就說了, 還有九副棺材,如果你運氣好些話, 說外邊的姐妹都不用死。 說完,我看到她的新手,在公儀身口一點, 掏了一張靈符紙出來,黏在公儀牲口。 接著白衣雙手合拾,口中發出一聲聲奇怪的咒語,接著這個公儀的身體就在那裡震了 嗨,我見到那個公儀向著九副棺材走過去,跟之前一樣,都用手去試冠 唯一不同的是,當鐵人的刀斬下來的時候,公儀面上似乎一點表情都沒有,好像根本不痛一樣 但是同樣,試了五副棺材之後,這個公儀也捱不住,躲在地上死了 白衣雙的臉色變得相當難看,我聽到他說 怎麼會這樣?試了這麼久,還沒找到主棺?剩下四副棺材,主棺一定是其中一副,不可以成功盡氣 一定要找到長生不老丹,我一定要長生不老 好,接著白衣衣就轉身,看著身邊那個年紀比較大的女人 那個女人見到白衣衣看著自己,傻的都知道白衣衣想怎樣 她就說了,君主,我跟了玲瓏宮六十幾年,你不可以這樣對我 放心吧,我不會這樣對你的,你對我的恩情,我怎麼會不記得? 聽到他這樣說,那個年紀比較大的女人,臉色就放鬆了下來 但只有白衣衣靠近她的時候,她臉色突然又大點,手上多把封利的匕首,對著白衣衣捅 嘻,白衣,你不用這樣,我不會對你怎樣的 她退下一步,一伸手,已經抓住那個女人的手腕 嘻,你不會對我怎樣?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的性格嗎? 當初為了九轉銀蛇,你連自己的親生媽媽都不放過 今天,你會不逼我試官?我倒不如先下守衛強吧 嘻,白衣,原來這些你都知道嗎?既然是這樣,那你可以去死吧 但在白衣講的時候,那個老女人突然口一抹 有條黑色的蛇仔,純了聲,以極快速度,在口中捐了出來 順著白衣衣的手,就游向白衣的面門 白衣衣似乎都被她嚇了一跳 她的身向後一躍,同時都張開口 一條銀色的蛇仔,也都在白衣的口中游了出來 在半空攔著那條黑蛇,只是輕輕一咬而已 那條黑蛇就不動了 跟著,這條銀白色的蛇仔 就順著那個老女人的手,一游游到她的面門 然後,在那個老女人的口中就鑽進去 接著白衣衣手一放,那個老女人便便爬一聲 坐在地上,雙手掐住自己的頸 喉嚨裡面,發出那種很奇怪的 噁,咁、咁咁灑咁咁咁咁咁,那樣就喊聲 那個老女人顯得相當的痛苦 她掩緊自己的肚子在地上點來點去 額頭上的青筋全部飆出來 好像下一秒血管就要爆炸一樣 白衣衣的鼓拍得越來越快越來越響 那個老女人越來越辛苦 我細細問莫言 莫言,這些鼓術有什麼不同? 白衣衣並不是想殺這個女人 只是抽了對方的靈魂 現在對方和行屍走肉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白衣衣已經沒有拍過鼓了 而伸出雙手,虛空畫了幾下 那個老女人就好聽話站起來 對著前面剩下的四副棺材走過去 逐副逐副施原力 當然每副一副棺材 都會被棺材上面的鐵人砍一刀 試完四副棺材之後 那個老女人都死了 但是那些棺材呢 就什麼特別的事都沒有發生 那奇了 不是說三十九副棺材裡頭 有一副是主棺嗎? 為什麼每一副都是一模一樣的? 究竟哪副棺材才是主棺呢? 裡面又不是真的藏了長生不老藥呢? 我們下集再講 第五百一十三集 黑衣人 上次說到 我們見到白衣衣 用自己身邊的人 逐副逐副棺材試 三十九副棺材都試了 他身邊的人也都死了 但是哪一副主棺呢 都還沒試出來 難道主棺不在這裡? 我們很奇怪地看著墨賢 墨賢就說 哼 沒可能的 這裡一定有主棺在這裡 我們看看那個白衣衣 會怎麼出手呢? 他剛剛說完 外面那個白衣衣 突然就嚇嚇大笑 接著最中間那副棺材走過去 一路走一路說 哼 全算長生不老丹 拜了有千年那麼久 秦始皇當初找不到 但是現在就被我白衣衣拿到了 他走到中間那副棺材旁邊 伸手用力一推 棺材蓋給他推開去 現在他推棺材的時候 旁邊的鐵人 一點動作都沒有 動到不動地站在原地 有幾多白衣衣摔低頭 看了棺材裡面一眼 接著狂笑一聲 伸手向棺材裡面歪過去 我看不到他拿了些什麼 但是看到他這麼激動的樣子 想到不用想 一定是被他拿到所謂的長生不老丹 果然 在他手上 多了一個四四方方的細鐵口 長生不老丹應該就裝在裡面 這時候默衣就喝了一聲 動手 接著我們幾個就跳了出去 默衣一馬當先 長劍一揮 對著白衣衣的咽喉刺過去 白衣衣伸一腿 連退幾步 避開了默衣的長劍 默衣的長劍 鬆一聲 接著在白衣衣右邊的石壁上面 長劍的劍尖隔了一半 白衣衣見到我們 她笑著說 哼 一個炸彈也炸你們不死 看來你們的確有本事 長生不老丹 是我默衣的 說完 默衣又整個人衝過去 一個飛腳 都向白衣衣的胸口 白衣又回了她一拳 打中默衣的腳底 默衣的身體向後退一步 一轉身 在牆上拔發白劍出來 對著白衣衣的咽喉又刺過去 那邊白衣衣的長劍也出招 兩個人就是這樣 叮叮叮叮叮 一連打十幾招 突然 兩個人同時鑽膝一吉 兩把長劍的劍尖 聽 彎成了一個詭異的角度 撞在一起 而這個時候 一條銀白色的蛇仔 在白衣衣衣衣裏捐了出來 順著兩個人的劍身 一路向著默衣游過去 默衣一點都沒怕到 他左手扔了一件事 對著銀蛇的頭彈了過去 我看真點 原來是一枚銀釘 摸一聲 那枚銀釘 直接把銀蛇的頭刺穿了 你以為我默衣 是你那些手下這麼沒用 他長劍一捲 把銀蛇的頭砍了下來 這個時候 我 你算 還阿瑩呢 已經由四面包圍著白衣衣 默然就說了 我們有四個人 你只有一個人 你覺得 你打得過我們嗎 哈哈哈哈 好 你們人多 青山不改 綠水長流 這筆帳 我遲早會和你們計 講完之後 白衣衣不知在哪裏 掃了個小圓球出來 向地下出來一頂 噗 小圓球炸開 一個黑煙就飄了出來 一下子 把整個武室 搞得黑咪咪咪咪 原本武室就暗的 加上現在這麼多黑煙 我們馬上見不到 白衣衣究竟走到哪裏了 那些黑煙呢 來得快時去得又快 但是那一分兩分鐘已經散散了 當黑煙散中的時候 白衣衣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默然顯得很激氣 當然 到手的肥肉就這樣被他走了 他握住拳頭 對我們說 哼 我們找 我就不信 找不到他 長生不老丹 一定要得到手 你算了 旁邊就說 那個白衣衣這麼厲害 憑她的本事 要出你的武 話都沒那麼容易 那我們去找地藏王的蛇利子 如果白衣衣 不僅是為了長生不老丹而來的 她也肯定想拿蛇利子的 等等 地藏王的蛇利子 不是就是長生不老丹嗎 誰這樣跟你說的 蛇利子歸蛇利子 長生丹歸長生丹 對於人來說 蛇利子沒有任何作用的 但對於鬼神來說 蛇利子的作用就大了 他可以增強修為 令到靈魂變得更加強大 只要靈魂強大了 連地府的陰差鬼差 都不需要害怕的 我們先找蛇利子 說完 默然帶我們 向武的出口走過去 我又問他 那地藏王武在哪兒 在最下面 主官不是地藏王武 說完這句話 默然閉上雙眼 過了一陣 又睜開雙眼說 哼 既然來到 為何要遮遮掩掩掩 我心想不是吧 我們是第一個來的 來了之後 又躲在棺材後面 在場有什麼人 我們一眼見了 怎麼會有第二個 那時候 一把冰冷的聲音傳了過來 呵呵呵 果然是名不虛傳的花瘋子 我們都發現了 突然間 第一副棺材 傳來咳嗽一聲 棺材蓋打開了 一個一身黑衣 蒙面的男人 從棺材裡跳了出來 我覺得他的身形很熟悉 好像是我熟人 我看到他隨隨便便 就從棺材裡跳出來 忍著就問 你沒有中到千年獅島 千年獅島 對你們來說 可能很厲害 但對我來說 什麼作用都沒有 你留在這裡這麼久 想說魚翁得理 你不是為了長生不老丹的 那就一定 是為了地藏王的捨立子了 呵呵呵 別說到自己這麼無辜 我就不信你花瘋子 不是為了地藏王捨立子而來 你來這裡的目的 不是為了所謂的長生不老丹 而是要等剛剛那個女人 你知道 他會拿走長生不老丹 然後你就故意放走他 如果不是 憑花瘋子那麼厲害 那個女人又怎麼走到 你是想他幫你帶路 去找真正的地藏王墓 因為誰人都知道 只有玲瓏宮的君主 才會知道地藏王墓的真正所在 你究竟什麼人 怎麼會知道這麼清楚 哈哈哈哈 花瘋子啊花瘋子 我認識了你三十年了 但你現在居然認不出我 真是放肆 真是放肆啊 你還沒死 默然和這個男人的對答 我一句都聽不明白 我只是覺得 這個男人一定是我認識的人 否則 不會有這種這麼熟悉的感覺 好啦 廢話就不多說了 不如這樣 我們合作 去找地藏王墓 找到之後 各憑修行 看看誰可以拿到地藏王的舍利子 怎麼樣 哼 沒問題 不過有言在先 你別想出古話 如果不是有什麼後果 你知道的 哈哈哈哈 放心吧 未找到地藏王墓 未見到舍利子 我又何必要跟你反面 是不是 那個男人一路說 一路走到我們身邊 默然 去到最後一個鐵人後面就說 看來白衣衣去到最低層的武道 這裡後面有個機關 接著那個男人 走到鐵人後面 用手在他的頭上一爬 鐵人的頭 向下面一縮 接著 地藏突然套進去 哼 我才明白 為什麼白衣衣在短短分幾鐘的時間內 已經不見了人 原來這裡有機關 我問默然 默然 你怎麼知道這裡有機關 默然只回答了一句 哼 我把長劍 不是只可以殺人的 講完 他特地看一看地上那條蛇的蛇頭 然後他沒有再說下去 接著默然走走 然後就我 再跟著其他人 一個一個 順著地下套進去的那個洞走進去 地面套進去的速度越來越快 走多幾步 頭上邊 就突然間有塊石板封起了 接著周圍就嚇嚇嚇了 我們唯有跟著通道一路走 走了大概五六分鐘 一道刺眼的光幕 在外面寫過來 我忍不住閉上眼 走多兩步 等雙眼適應了 才慢慢抹帶 哼 這時候我才發現 我們居然來到一個很大的墓室當中 大到怎樣呢 大到好像高中操場一樣 周圍有很多佛像 同樣還有很多棺材 大大畫畫 有百多兩百幾個 而在墓的正中心 沿著一個巨大的青銅頂 看上去就好像古時候的煉丹爐一樣 頂的旁邊 有一座金佛像 金佛像前 有一塊金石碑 石碑上面的字 奇哩古怪 歪靈歪青 我一個不懂 於是就轉轉問墨然 墨然 墨然 上面寫著什麼 眾生道盡 方正菩提 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 但這幾個說話我聽過 相傳 就是地藏王菩薩的名言 難道這座金佛 是地藏王菩薩 這個神物言是說的 我聽見前輩說 這裡 是地藏王之母 但其實地藏王 已經入到地府了 我也不知道這座墓是真的假的 不過 他在這留下了一顆四里紙 這就是真的 我剛講完 突然間 到處擺放著的棺材 開始 嚇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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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棺材的蓋都慢慢打開了 我逐一敗棺材看了一下 哇 棺材裡裝著的 也是和想 而這些和想的肉身 並沒有腐爛 看起來就像睡著一樣 我還未看完 突然間,發發發發發發發,這些躺在棺材裡的和尚,個個都坐了起來,我還以為是屍面,剛剛想拔圖木劍,麥瑩已經拉住了我,對我另一另一頭。 哼,一定是白依依在這裡,她碰到機關,不然不會這樣的,你們快點到處找一下。 我們幾個分開來找,終於,被我在最後一副棺材後面,見到白依依,這個時候的白依依,盤起雙腳,坐在地上,就好像和尚坐蟬一樣,整個人都動不動,好像入了定。 而這些棺材裡面坐一身的和尚,姿勢和現在的白依依是一模一樣,麥瑩就說了,快點去青銅頂那裏。 我們走到頂的旁邊,麥瑩又說了,等青銅頂放下來的時候,你們就把裡面的東西拿到手。 我點一點頭,說一聲好,但同時就望向那個蒙面的黑衣人,我心想,她剛才跟麥瑩說的,來到這裡,誰拿到射利子就各憑修行,她會不會在我們拿的時候,乘機攻擊我們。 那麥瑩似乎你都看出我的想法,她對我微微地點一點頭。 接著,我看到周圍的和尚,嘴唇一開一盒,好像在念中咒語一樣。 我一望那邊的白依依,她果然,白依依也都在暗暗沉沉,不知道在念什麼咒。 她們一路念,那個青銅頂真的慢慢慢慢地向地面降下來。 那究竟我們可不可以順利地拿到地藏王菩薩的射利子呢? 那個神秘的黑衣人,又是什麼人來的呢? 我們下集再講。 結單被撞第514集,射利子。 上次說到,默然叫我們站在那個大頂下面,等我頂下來之後,馬上把頂雷頭拿出來。 這個時候,白依依不知是否用意念控制了幾百具的屍體,一起喉喉喉,慢地念咒語。 那個頂真的慢慢地,一路向下降。 到頂快來到我頭頂那裡的時候,白依依張大雙眼,一見就見到我們,她生氣爆爆地說了。 哼,真是陰魂不散的,你們居然找得到這裡? 說完,她立即站起來,而在白依依站起來的時候,在棺材裡坐起來的兩百多個和尚,馬上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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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全部都掉下來了。 一掉下,這些和尚的屍體,立即變成一盆盆的白骨,皮肉完全不見了。 白依依這個時候大聲聲,不要碰我的頂啊! 跟著,就像發癲的癲狗一樣,向我們衝過來。 默然轉身來迎上去,還跟我們說一句,快點,把頂的頭也拿走。 哈哈哈哈,你們兩個就慢慢打了,頂裡面的東西是我的。 說話的,是那個黑衣男人,她失言一閃,已經衝到我們身邊。 哼,想走?過多我們一關先了。 默然的失言比她更快,她一伸手,拔著黑衣男人的衣服,向後一扯, 將她拔回來,然後再轉身,一腳向白依依。 這個時候,默然都用一個打兩個,無論是白依依也好,還是這個黑衣男人也好, 兩個人的手段都很高明。 一時之間,默然被她兩個逼得沒得還手。 我當然心急了,心想,我要快點拿到頂裡頭的東西,再過去幫默然。 接著我對阿盈和李孫說,喂,你們兩個蹲下,托我上去。 阿盈想都不想蹲下,那個李孫呢,勒了我兩眼,也很不情願地蹲下。 我踩著她兩個,然後出力一跳,向頂上面爬上去。 爬到頂上面的時候,我終於見到頂裡頭放著什麼了。 我見到的,是一顆圓圓地,好像玻璃珠一樣的東西, 它就不大,只有手指弓的指甲蓋那麼大。 除此之外,就什麼都沒有了。 難道這顆就是蛇利子? 我伸手,將那顆珠放在袋裡頭, 然後叫李孫和阿盈把我扶下你。 一下來就說,李孫,快點,我們去幫默然。 幫默然? 你快點把東西拿出來吧。 我心想不是吧,這個神孫子, 不會在這個時候龍女雞造反吧? 一想到這裡,我就立刻用手掩著袋子。 哼,拿射利子出來,不要裝傻裝模糊。 你要知道,你那些三腳貓功夫, 射利子放在我那裡,被放在你那裡安全得多。 哼,射利子,我會給默然,不會給你的,你射一條心吧。 你這個臭小子。 猜? 是呀! 反而對著我們這裏一彪,整個人都衝到我面前,對我伸出手說,將射尼紙交給我。 這個時候我醒目,立刻一指指著李船就說,你要射尼紙,問他拿,在他那裏。 李船一聽就急了,他說,哈,我有射尼紙的話,我會留在這裏? 那個黑衣男人一看一看,他又看一看我,他一伸手,對著我胸口一歪歪過來了。 我立刻向後一腿,但是呢,黑衣男人的手臂還要快,他一拔著我胸口,然後一拚。 我百多斤的人,好像拋妹做的一樣,一下子被這個男人踏我兩米多遠,一聲打在地上。 我再警告你一次,好快點拿射尼紙出來吧。 我想站起來,但是這一刻,踏得我很痛,根本就爬不起來。 你不讓我自己拿的呢? 那黑衣男人,正上烏底身撞我身。 除非默然衝到了,一把長劍一揮,衝一聲,逼退了那個男人。 喂,做人要講口齒好啊,你說過的嘛,想拿射尼紙,就看各人的本事。 現在我們拿到了,那射尼紙應該就是我們的。 是啊,各憑本事,現在還沒結束,我可以憑我的本事來搶的嘛。 講完,他手指輕輕一彈,叮! 準確無比地彈中默然手上的長劍。 麥然把長劍,居然給他一指彈出去。 然後,那黑衣男人一伸手,將他拔了起來。 麥然一轉身,一腳都向那黑衣男人的胸口。 那個男人手一封,擋了麥然的腳,然後再一拼,又將麥然彈走。 趁這個時候,我終於找到機會了,趁這個時候,我終於找到機會了, 趁這個時候打開了中間這麼慘的盒,然後雙眼看著那個黑衣人。 這個黑衣男人,只在全身身對付麥然,他沒有留意到我舉動的, 只在不斷地威逼我。 好,將些東西交出來了嘛,要不然,我要你死在這裏。 他一直說,一路手上不知何時多把匕首,一頂就頂住我喉嚨。 這個時候我純粹推走地說了,好,好,我給你,你接吻吧,你不要殺我。 你不要殺我就行了。 那個男人嘻嘻大笑說,哈哈哈哈,過了那麼多年, 想不到你看人的眼光就是那麼差。 你看你選了什麼人,貪生怕死啊。 然後我一直繼續說,我給你,你接吻吧。 說完,我暗暗唸起金蟬舟,然後張手一伸, 在我張開手的那瞬間,封…… 一聲清趣的聲音,在我手上被響起。 那個黑衣男一聽到臉色大便,他說,你敢陰我。 他閃都不閃,鼻都不鼻,又一伸手,對中的胸口一除灰下來。 他出拳的速度實在太快了,我根本一避無可避。 現在拳打一隻胸口,嘩,好像被一個大鐵錘打中一樣。 我整個人飛了出去,日下在地上,心裡不知多痛。 接著,我也聽到那個男人發了一聲痛苦的尖叫。 我睜大眼一看,他被我的金蟬,一下咬中了鼻子。 我馬上大聲地說,墨賢,上啊! 墨賢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他手裡就長劍一伸, 好像一條毒蛇一樣,劍尖直插這個男人的背部。 這個時候,我又念動咒語,金蟬就啜一聲,飛回來我身邊,捐回盒子裡。 那個男人這個時候一轉身,雙手一啪,雙手啪受了墨賢的劍尖。 墨賢見到這樣,開了聲,哼,受死啦! 他又手一領,長劍轉了半圈,封你的劍引,將那個男人的手解到鮮血淋來。 你想保住這條命的,最好馬上爛,如果不是,我就斬你的頭下來。 達到這一刻,那黑衣男人很明顯,沒辦法和墨賢對抗。 他臉色都非常難看,說一句, 好,今日就當我技不如人。 以後,我要你們加倍上還。 講完,他的轉身就想走了。 我一定在一下彈起,對著他衝過去, 趁那個男人不注意,一下抓住他的面罩, 然後用力一拔 接著我見到這個男人的樣子 說起來很奇怪 之前這個男人給我感覺很熟悉 令我斷定他一定是我認識的人 但現在見到他爐山真面目 我反而覺得很陌生 他這個樣子我從來沒見過 有什麼可能呢? 難道之前我感覺是錯的? 那個男人的面罩被我除了 也老修成路轉色又一拳 對於距離太近了 這一拳我也避不開 又被他打到整個跌地下 麥兒立刻衝上來扶著我 又在袋裡頭掌握了若冤出來 讓我吃了他 接著我抓了半個多小時 我才感覺到自己的身體佩服了一些 麥兒扶起了我 我才勉強可以走 接著麥兒把我扶到白依依身邊 把白依依全身上炒骨 接著他就說了 長生丹你放在哪裡? 當然吃了 你不是覺得我會留給你們嗎? 好 既然你這麼渴望長生不老 那你就繼續在這裡長生下去 我真想看看 沒有東西吃 沒有水喝 你怎麼長生 說完 麥兒抬起白依依 將他搬到其中一副棺材裡 然後砰一聲 關上棺材蓋 就在棺材蓋蓋上的那一瞬間 突然 那座金光閃閃的佛像 開始劇烈地震動 他發出一道道的金光 然後 藉著金光 我還看到佛像的雙眼 好像默大了一樣 我立刻說了 默然 你看看 佛像是怎麼回事 默然一望 臉色正在大臉 他說 糟了 快點走 他扶著我 猛地向外面衝 只但 走得兩步 突然 一把冰冷的聲音 在佛像那邊傳了過來 一聲聲的佛經不斷地傳過來 我感覺到我腦快要爆炸 聲音不大 但非常刺耳 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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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嘔 好像我耳邊 有很多隻蚊不停飛 而隨著佛經不斷地淫重 整座舞 都在不停地震動 給我感覺 好像隨時都倒了一樣 如果墓室真的倒了的話 我們幾個人 就被活在這裡了 麥兒立刻說 糟了 那墓要倒了 快點走 但走去哪裡了 如果走回頭的話 可能都沒去到之前的庫墓室 這個珠墓室就已經倒了 到時又死了一條 你放心 要想都只想這個墓 其他的墓不會倒的 更何況我就有地圖 麥兒說完 就急著應付著我 然後他就在前面帶路 我們跟著麥兒 轉左轉右 轉了很多個彎 突然間 我聽到一陣陣流水的聲音 有水 即是有生路 我不敢很開心 好了 快點走 麥兒把我一推 推向他的身前 我就說 怎麼了 你 你不走嗎 你們不要理我 我還有些事要辦 你們沿著這條河走 這條河 是唯一可以出對的通道 阿瑩這個時候也說 葉師兄 我們走吧 麥兒師姐她說沒事 就一定沒事的 你先吃這粒藥 這些藥 可以令我們閉氣更久的 我點一點頭 吃那粒藥 一跳跳到河 河的水流很急 我一跌下去 水流已經把我沖得很遠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把我沖到哪裏 我直至純水漂流 一路過了幾分鐘 終於 一道光芒照射出來 我閉一閉眼 等自己雙眼習慣了 然後再睜大眼一看 我發現 原來水流已經將我帶到深潭裏 這個潭的水很深 心目見不到 而遠處 就有幾座大山連綿起伏 我深呼吸了幾下 然後就對岸邊游過去 游了上岸之後 我休息一會 周圍看一看 就看到阿瑩和神孫子 兩個人都在水裡捐出來 然後也上岸了 究竟我們來到這個地方在哪裏 麥兒又因什麼事 不和我們一起走 我們下集再說 蝶丹被撞 第515集 任分 上次說到 莫然要我們 跳到河裏面 而他自己 就說有事 不和我們一起走著地說 我和李孫和阿瑩 跳到河裏面 順著水流出來了 上岸 我們休息一會 阿瑩就跟我們說 葉先生呀 我們走了 走 我們不等麥兒嗎 嘩 麥兒哪用你擔心的 你不清楚她的本事嗎 我快點走 不然後來的門派出來 看到你病壞的樣子 不殺了你就站了 那個李孫一路說 一路順著山下的小路走過去 阿瑩也扶起我 跟在李孫的後面 走到下山 我們進了一條小村莊裏頭 我覺得身上實在太痛了 跟阿瑩在村裡 找了一位人家借宿 但是李孫就不肯 按她的說法就說 這條村上面的山 是千年墳墓 這條村一定不太平的 我們喜歡留在這就留在這 她就不會留在這 講完 她說真的理不理我們就走了 我也想走的 但無論身上什麼傷實實就太重 而阿瑩也跟我說 說我們安心在這裡 休息一天 如果一天之後 麥然還沒出來 我們先走 在我跟阿瑩聊天的時候 我們借宿這戶人家的主人 一個阿伯就走過來 他拿一些饅頭 炒白菜給我們吃 一路吃我一路聊他說話 我就問他 老人家 你知不知道村旁邊那座山叫什麼山 哈哈哈哈 你問這個問題也挺好笑的 我在這裡住了這麼多年 怎麼會不知道 這座山很出名的 據說有很多人葬在這裡 由秦朝到清潔 都有很多大官葬在裡面 不過葬得很深 很多人都找不到 這座山叫佛山 我小時候 我爺爺跟我說 山裡頭還撞了一位菩薩 他之所以會撞在這裡 就是為了壓制山裡頭的惡靈 我心想 這個傳說真的沒錯 要知道 那個菩薩那麼沒有 我也進去了 就是這樣 吃完東西 我去休息了 到了阿曼 那個伯叫醒我 說村裡有人擺酒 請我們去 我心想 都不錯 結婚 喜事來的 去恭喜下人也好 怎知道 問多兩句才知道 原來 就不是人和人結婚的喜事 而是村裡頭 有兩個小朋友死了 然後這兩戶人家 就說要將他們配音婚 排場都很大 還請了幾個導師來 聽到這樣 我笑著說 金魚公可以幫到什麼手 我一定會幫的 嘻嘻嘻嘻 年輕人 你幫什麼手 去喝就行 抬棺材的事 不用你幫手 穿到頭這麼多年輕人 是不是 我笑一笑不出聲 也沒有跟那個伯說我的真實身份 我心想 你們配音婚 萬一出什麼事的話 那些導師分分鐘都不夠我來 又等一會兒 那阿伯就吹我們出門口 這時候 外面 那些滴打佬也都開始滴滴答答 不斷吹了 我點一點頭 跟阿瑩跟著阿伯出門口 所謂配音婚 其實有兩種 一種 就是活人和死人結婚 第二種 就是死人和死人結婚 其實現在就不流行 不過有些落後的村 都會有這樣的事 活人和死人結婚 講究的事情很多 因為死人和活人結婚 是很容易犯衝的 一犯衝的話 對活人就不利 不嚴重的 最多就不舒服 嚴重的話 個人死得也知道 但死人和死人結婚 就簡單很多了 當然 你說一旦走殺的話 那死人就容易抓屍 至於什麼是走殺 就將死人 從家裡 投到墳地的那段距離 就叫走殺 這段路 一定要很小心才行 在我們鄉下 有句俗語叫做 台官一回頭 亡者鬼神經 台官指的是台棺材的人 即是在走殺的時候 千萬不要轉頭 如果不是的話 棺材裡的亡魂就會驚醒 因為一回頭 台棺材的人 陽氣就會弱 之前我們講過的 人有三盞火 也叫做三盞陽燈 一旦台官人 轉頭的話 肩頭上的陽火 就容易被鬼吹噬 如果陽火吹噬了 台官人的陽氣自然會減少 周圍的惡鬼 就不會被陽氣沖散 就會走上來 傷害棺材裡頭的亡魂 亡魂自然就會驚醒 所以就容易抓屍了 我們一路跟著那個阿伯 去到了要扮陰婚的高活人家旁邊 這位阿伯跟我們說 這人姓周 個個叫他周牛頭 為甚麼 因為他是專門養牛賣牛 不過這個名字 的確嚇中我一跳 這個名字不能亂叫 牛頭馬面 是地灰陰水 你八字不夠硬叫這個名字 分分鐘我會惹我上身 所以我下意識就說一句 嘩 叫這個名字 都挺忌忌的 甚麼呀 你說甚麼忌忌 都叫了那麼久 個個叫都慣了 幸好他八字硬 如果不是的話 分分鐘我死了 他沒有死 他的小子死了 是呀 是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了 快點進去吧 說開又說 我都很久沒見過道士 以前呢 我記得很多道士 經常走來我們村旁邊的山那裡 大奇 見他們來又不見他們走 我心想 當然不見他們走 他們多數都走不出來 一進去 我已經見到 兩副大棺材 放在大廳中間 棺材蓋是沒有蓋起來的 我不小心掃一掃棺材裡面 嘩 又嚇了我一跳 棺材裡頭的死人 死傷是很慘的 頭又被人撞爆了 我一問之下才知道 原來是出車禍死的 還要我找不到那個鼻子 我一聽到之後就覺得糟了 這戶人家既然要搞陰婚 那道士啊 經常都請過來 應該不是窮的 為什麼不找人撿一條屍呢 更何況 沒有了個鼻子 即不是全屍落狀呢 那就麻煩了 死人心裡的殺氣 比普通的就要重很多了 好了 不要看了 進去先 我正想進去 誰知道阿瑩呢 在我身後輕輕拔一拔我 我跟那個伯伯打一聲招呼 叫他進去先 轉個頭問阿瑩發生什麼事 阿瑩就帶了一部手機給我 我接過來一看 裡邊有一條短訊 只有兩個字 上山 我問阿瑩 誰發的 你的手機還能用嗎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 因為我們是從水路出來的 跳下水的時候 那部手機浸了水 浸了那麼久應該用不了 阿瑩小小聲說 我說了 我的手機 一向都放在蜜蜂盒裡面 所以沒有被水整濕 這條短訊 是默言師姐發的 默言發的 這次等什麼 快點上山吧 但是 你剛才又說 如果他們出了什麼事的話 你會幫他們 我心想不是吧 你現在阿瑩 輕重緩急你分不清嗎 但是我既然答應了 又不好意思說不打聲招呼就走 所以我就去找那個伯伯 對了 你知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走殺 十二點左右 你問來做什麼 先進去吧 我心想 十二點 還有一段時間 我乾脆上山 到時候再趕下來 幫忙處理周牛頭的事就行了 我快點叫阿伯 準備兩個電筒給我 他雖然不知道我們想去哪裡 還是問過周牛頭 借了兩個電筒 阿瑩接過來就跟我說 葉大哥 不如我一個人去吧 你的傷未好 行了 你一個人去的話我還不放心 墨然發這條短訊 即是證明他在山裡頭一定遇到事 我們快點幫他 要知道墨然身上帶著捨離子 而其他門派 個個都是為了捨離子而來的 之前墨然 一個人 打白衣和黑衣人兩個人 都不知道有沒有受到傷 再被其他門派圍攻的話 分分鐘會抵擋不住 一想到這裏 我忍住心口的劇通 努力地加快腳步 我和阿瑩 一路順著之前來的沿路走回去 走一會 就去到之前的水潭旁邊 我周圍望了一下 一個人都沒有 我就拿過阿瑩的手機打墨然電話 打擊都沒有人聽 這個時候 阿瑩指著岸邊就說了 葉大哥 你看一下 這裏有很多腳印 快點 我們順著岸邊走 於是 我和阿瑩 一路順著岸邊走過去 走了十幾分鐘 我依稀聽到有人在吵架 還看到隱隱約約有些火把的光 我馬上拔了阿瑩 躲在草叢裡 過了一會 我就聽到有人說了 你又似你 那個死八婆 走到哪裏 我們從墓裡頭追她 追到現在 來到這裏 找都找不到她 難道她會飛 接著又有另一把聲說了 原來這裏 她中了客幼門的毒針 走到哪裏 說不是 找了個山洞 拿進去 好像老鼠一樣 我心想 他們口中的那個死八婆 難道指的就是默然 我對阿瑩做了個手勢 試她不要出聲 然後呢 帶著她 順著聲音傳來的方向摸過去 一路上 我們真的見到三五成群的人 我靈機一觸 乾燥和阿瑩 大無私樣地走出來 拿著兵器 也都裝作到處找人的樣子 但看得出 追默然的這班人 是屬於不同的門派 可能互相之間都不太認識 他們見到我們 還以為我們不知道是哪個門派 跟他們一樣 要找默然出來的 就是這樣 我們跟著這班人 到處就這樣找了 找一會兒 阿瑩小小聲地跟我說 師兄 他們那麼多人 找默然師姐 怎麼辦 如果被他們找到的話 那默然師姐 一定凶得吉少了 對了 這座山那麼大 你說師姐會躲在哪裏 這座山那麼大 默然會躲在哪裏 對了 山上 山上 難道 在最高的那座山峰上面 不是了 這座情況那麼緊急 有什麼線索都要試了 我和阿瑩 慢慢離開人群 沿著另一條路 一直在山上找過去 我們去到山頂之後 我到處看 都見不到默然的身影 我想了 難道我算錯了 但是在這時候 阿瑩拿著這條紅帶跟我說 葉師兄 你看看 我看到默然師姐 插著長劍的紅帶 我一看 沒錯 這條紅帶 的確是默然用開的 我說 既然是這樣 默然一定在附近的 我們快找找 找了一會兒 讓我看到 在山腰的地方 有個山洞 這個山洞很小 很隱蔽 不認真看 都發現不到 而在山洞旁邊 還有雜草 遮住了那個洞口 我叫阿瑩過來 撥開雜草 然後我走進山洞裡 突然 一把劍指中我喉嚨 說一句 你再行前的話 我就要你人頭落地 雲言師姐 是我們 他是葉師兄 我們終於找到默然了 究竟默然為什麼 會被這麼多門派的人圍攻 我們可不可以順利地走得回 破了 之間